小印度骚乱之后 警方星期二起在跑马普路和巴弗罗路一带安装额外26台壁路电视 警方也会加强牙龙及黄金方的巡逻工作 记者胡杰兰报道 牙龙地区有不少建筑工地 很多客工在休闲时间喜欢在20项到24项一带聚餐聊天 不少居民认为 尤其是周末晚上常有人喝酒闹事 他们认为 警方增加巡逻很重要 有啊 刚才也有警察走过啊 警车走过啊 很好 这样是很好 对于每个人都好了 不是说新加坡人民好而已啦 每个人都很平等 虽然有商家担忧 加强巡逻可能影响生意 但还是对此表示支持 当然会有这样子的担忧 但是展览是自然好一点会更好 因为这里不只是有客工还有其他人在 游客也很多 而在泰国客工喜欢聚集的黄金方一带 居民和小贩大都认为治安没有问题 其实这边巡逻是ok啦 现在目前都有在巡逻啦 晚上 就很少发生嘛 你知道到40年才发生一次这种很少啦 没问题了啦 也有商家认为 周末人多难免有摩擦 警方加强巡逻是有利的 可以保障很多人比较放心在这边逛 在这边吃东西 安全上多了一层保障 就是说即使在发生一个比较失控的场面的时候 也可以立刻做出反应 那非常的好 警方表示 将在迟些时候公布加强巡逻的具体细节 再见 Jungle 订阅 识